大家好 我是麦总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啊 我在江苏泰州江雁 江雁蒋镀镇镇镇镇镇镇鲲头肉非常出名 这里有一个泰州号称太州猪头肉大王 一天能卖 一千两百个猪头 就这啊 为菜卤菜为菜猪头肉 现在应该正在出锅啊 香味特别特别浓郁啊 全是猪头肉的香味 猪头肉正在出锅 今天煮多少老板 300个,正常300个,鸡尖更多了 这一锅有多少个,今天几锅啊? 一天五六锅,这一锅有50个 这个是香叶,乃至整个泰州 就规模最大的猪头肉店 蒋舵为财是吧? 对 我刚才晒得清零 你今天五十几? 我今天五十三 十六锅开始干 十六锅开始干 那家里以前就做这个? 以前祖辈做这个东西 我弟用七个,几名八个 老爷子把这个传给我了 我继承主业 家里是第几倍? 我第四倍 我初中上了五年 老头有时候不让我上高中 上初中,五年初中 然后别人的时候搞猪头肉即败 所以我上高中也可以考大学了 但是没人做猪头肉了 那你也把猪头肉给做出来了 对对 咱们说呢 现在做的是地方特色 江苏地表菜 他这个老字号 富玉美食 所以说 我做到现在 不是为了挣钱 而是做品牌 宣称为地方文化 那你这个过节 节假日 就比如上个中秋节 卖了多少猪头 哎哟我的妈呀 到了过节 忙得不得命 他们回家过节的老乡们 要买 回来吃 吃完了还带走 带走干什么呢 给朋友吃 给老板吃 学生给同学吃 他是个地方特色 我们家就是住宿 我们地方住宿比较出名 今天呢 所以说我们住宿的猪头 没有花一份广告费 全是我们蒋州人民 几万人就买猪广告 口碑带出去了 这是口碑 中秋节卖了多少个猪头 中秋节 反正 这些人们们卖过几百块 几万 几万 猪头们们卖过几百块钱 忙得不得 他们工啊 四年来上班 四年来上班 我就来不及 你们家几个工人 十来个工人 哦 就是连州段是吧 对对对 那你卖过最多多少个猪头一天呢 最多一千两百多 一千两百个 一千两百个 嗯 最多最多 那过年 过年 过春节 他们就是当于泥品送 是泥品 啊 土地菜 就是串门 拜年都得带 土地菜 这个现在多少钱一斤啊 我们只能买过四十一斤 四十一斤啊 四十一斤啊 全是新鲜猪头吗 全新鲜猪头 我当你的 当你的新鲜猪头 这个猪老花啊 最终可能就是去向火锅店 我们转了一圈啊 他这个车间 算是我见过猪头肉 这种规模化生产里头 最干净的一家 你看 特别正气 这个车间 然后这边 新一锅 猪头已经下锅 这个啊 看着太有食欲了 超级香 这个是刚出锅的猪头肉啊 我们搞了一斤 然后一个耳朵鞭子 这家啊 是我们在隔壁找了一个羊肉馆 弄了一盘干切 据说这个羊肉馆在蒋舵也很出名 今天就简简单单 来 围才猪头肉啊 一直是久仰大名 但是从来没有吃过 你看 煮的也很烂啊 来一个 嗯 他这个闻着就好香啊 而且 你看这个颜色 挺漂亮吧啊 这块带点瘦的啊 没有那么咸啊 就自然本味的这种香味啊 这个虾酒绝对啊 绝对是 当地猪头肉大王啊 一天卖1200个什么概念啊 这是猪拱嘴啊 最好的部位 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啊 刚才我问老板说有没有大蒜 老板把这个递给我了 其实 南北还是有差异的 这个在江苏这边就叫大蒜 但是 在山东里面 在北方很多地方啊 大蒜就是指这个 这个 蒜头啊 这边叫蒜头 跟大蒜不一样 大蒜是 这个 是区别开的啊 来吃这个肉 还得配蒜啊 都是猪拱嘴啊 配上蒜啊 更香了 不能再吃了 再吃血压得上来了 来再来尝尝他们那个 干切羊肉 放它偷偷吃的一块 挺好吃 这个要蘸上 就饭店调的这个 西辣椒 真的是绝配啊 所以你们又看出来了啊 南北差异 羊肉 羊肉这么吃 北方人可能 不太理解 但是啊 是真好吃 我来再来尝一下这个 耳朵鞭子啊 蘸一下这个 蘸羊肉这个 西辣椒 哇 蒋舵维才猪头肉 蒋舵正 猪头肉爱好者啊 一定来试试 蒸的非常好吃 再蘸蘸这个辣椒水 绝对完美 最后再来一碗本地的小山羊羊肉汤 哎呀 又是营养过剩的一天啊